第一個大家都說好像張善政模式 其實各位都錯誤解讀一件事 張善政當初出來說有民調 那是一個假話 當初徵召張善政的時候 根本就沒做民調 第一個 第二個 張善政是無黨加入國民黨 跟郭台銘的退黨 重新回黨要四年 這有差距 剛才小平說沒有關係 累了完了以後怎麼樣不開後門 那我請問你一下 如果郭台銘贏了 你說郭台銘回來吧 怎麼回來 不是他的提名 你到最後還是要開後門 讓他回來啊 民調贏就是可以讓他當國民黨 那你還是要開後門啊 就說 我不管提名辦法什麼 讓你回來可以選 否則依照規定 你九月才能回來 在四個月 你一月才有參選資格 這才不叫開後門 這才不叫開後門 如果你說 那個做完民調你會贏 我徵召你啊怎麼樣 你還是要幫他開後門才能回來啊 所以我不懂 這什麼錦囊妙計 到最後 如果你真的要把郭台銘贏回來 還是開後門啊 不然他怎麼回來 那一波如果真的是因為少平剛講 因為民調是你贏 我就幫你請問好 開後門就開後門 但是這樣的後遺症會被打 你開後門的話 我敢保證中南部有很多人 就大概就講一句話 我們可以回家休息 就可以回家休息 台北新北都有人說 如果是郭台銘就要回家休息 講這句話的人 有名有姓啊 姓李的啊 後面的名字是 清朝的皇帝 清朝的一個皇帝 清口講的啊 清口在我面前講的啊 所以我說講那麼說 錦囊妙計 到最後如果說 朱立提侯友宜就變棒 如果你提郭台銘 你就是還是開後門嘛 不然他回不來嘛 可是因為提侯友宜的過程 難道不會出現一些 像也跟郭一樣的 會出現的反彈啊 或什麼 因為這幾天 你看媒體那些氛圍 媒體上面有講說什麼 藍營有很多人是挺猴的 只是不出來講 或什麼 真的是這樣嗎 那對郭來講 所有的這些聲勢 是一路因為過程當中這樣子 所以導致現在的一些 民調下滑或什麼的結果嗎 就是裡面朱立倫的責任嘛 就是你讓黨內亂嘛 第一個 郭恩侯之間 還有你朱立倫一開始 一直在拖嘛 第二個你現在又來什麼 大局條款 大局條款是一個地方 幹部講出來的 當然 他們是跟你說沒有 他們是講說 那就是選舉有人在照樣 東洋沒有啊 那時候地方地方黨部裡面講出來的嘛 黨部有人建議 有人建議 是是是是 地方黨部講出來 根本沒有 黃建廷在上個禮拜開始 跟主發會 跟地方黨部開始在討論 立委立委的有關選舉 但是不是談辦法 是在談 有哪些可能的人選 辦法連開始談都還沒談 那你這樣講 許小新不是白哭了 啊 那已經哭了哭了兩兩天了 三天 三天 地方幹部講的 那他應該去跟地方幹部說 你不要再講啊 你跟黨中央 因為黨中央本來就沒有這個東西啊 現階段沒有啊 現階段沒有嘛 所以又惹出這麼大的禍事來 就是說地方 地方幹部愛講話嘛 地方幹部愛講話 就講出這麼大的事情來了嘛 然後搞到黨中央也很為難嘛 你看黃建廷說沒有 林嘉欣否認朱立倫也說沒有 事實根本連提名辦法 都還沒有開始討論 主發會連草泥 那個提名辦法的案子 都還沒有開始草泥 包括總統初選辦法 連草泥都沒有 所以現在在黨內 譬如說 上個禮拜有個立委就 私底下就在講啊 他說禮拜五的時候 在立法院逛半圈啊 然後碰到國民黨的立委就問啊 你支持誰啊 支持誰啊 他說他們幾乎沒有聽到 要支持郭台銘 幾乎沒有聽到要支持郭台銘 甚至於他說有 裡面有很多立委 就開始 批評郭台銘 當然四年前的那個事情 對郭台銘太傷了 太傷了 戴毅夫 剛剛小平講說 最近他們看到這幾份民調 他說有很多國民黨人都嚇得尿褲子了 變成這樣子 會嗎 本來穩穩變成會輸啊 真的嗎 真的會嚇到這樣嗎 對啊 這個是最新的嘛 他們做的民調嘛 這是民意基金會的嘛 出來的民調嘛 但是看了會嚇到嗎 因為你看二零二四年選民支持傾向 侯友宜 賴清德 柯文哲 侯友宜 還有三十二點四 贏賴清德的二十七點七啊 難得有一份民調民進黨安心一點啊 如果看昨天美麗島當然會很憂心啊 難得國民黨安心一點啊 但是他也做了一個 互比式的民調啊 所謂黨內互比 就是侯友宜 郭台銘 藍營 郭台銘不是黨內啊 藍營裡面還有朱立倫啊 那侯友宜三十三點八啊 郭台銘二十二點二啊 如果說只談藍營裡面 兩人競爭 侯跟郭 侯是四十四點六 郭是二十七點七啊 當然可以看得出來 郭現階段並沒有死心 否則他不要去談 那個彈的事情嘛 對啊 彈的事情是今天才發生的嘛 我們之前不是都討論過了嗎 大概過年前很久 就討論過彈的是 那時候彈的問題不是問題 現在他討論彈 彈一個是民生 一個是反律 民進黨嘛 反律 那林明珍那個叫拉藍 拉藍 他要去幫林明珍 林明珍是藍的嘛 國民黨的嘛 拉藍嘛 所以你看他這一邊 其實就是彈的問題是民生的問題 但相對是民進黨的問題 所以既是民生也是反律 又要想辦法 拉來墊反律的 反律的那一個厚度嘛 那林明珍去幫林明珍 大家之前就講過嘛 你四年前怎麼傷害國民黨的 那現在就是林明珍你可以把他看成是一個補過嘛 補過 但是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喔 因為有四大諸侯都要去 如果勝了 是算你郭台銘還是算四大諸侯 那四大諸侯去了 如果郭台銘去輸了 責任要怎麼算 搞不好人家就說 我們四大諸侯你看人氣多旺 你郭台銘來幹什麼 你一來搞不好就搞輸了 黨內又有話講啊 黨內不是又有話講 所以郭台銘現在 我相信啦 我相信啦 郭台銘當然某種程度上 他會談這一些要去幫林明珍 就是他還是想選嘛 沒有放棄嘛 那就是問題是 你能不能墊高反律的厚度 OK 光潛你會簡單講 郭總問題有這麼多嗎 那如果這樣的話 對侯友來講 他現在就點一一代 他就坐在那邊 就感覺你問他就好 做事情就可以了 反正那個國政或什麼 那就等後面出現在說 會這樣嗎 我覺得談到這個挺侯 或挺郭 有些人比較激動 我覺得看國民黨內的人 是最近也很氣氛 很激烈啦 這就是我們所謂 國民黨的內鬥嘛 鬥起來真的是刀刀劍骨 而且鬥得非常高明 這跟綠營的內鬥也不一樣 那我覺得國民黨 要認清幾個 他的敵人不是郭台銘 也不要把柯P當敵人 第二個不要太樂觀 躺著就可以當選 秀帝宣布當選 這國民黨過去犯了錯誤 非禮一定要整合 至於林明珍的事情 我有去採訪 是據了解就是 郭台銘他那天 以目前的狀況 他是不打算現身的 因為他低調 他也沒跟林明珍 競選總部聯絡 他是透過國民黨這邊 詢問要不要我幫忙 如果需要我幫忙的地方 他會出手 某種程度他會表達他的 想要幫助林明珍 救他選前的態度 這是這件事情 那當然就是我所謂的 就是說 最近打起架來 那個訊息滿天飛 那就是那幾個重點 我覺得國民黨要做好準備 給他們一個海界的建言 五哥你剛剛講這個泛蘭系 我覺得這個持用的很好 過去一段時間 那個柯P的民調 跟國民黨向來有互相消長的味道 那剛剛那個一二六九和一大選 完了以後 當然那個時候國民黨大勝 所以在氣勢上來 可是現在大家看到的 第一個國民黨本身內鬥 第二個作為最大在野黨 其實也沒有提出很清楚的論述 不管是國內的內政 經濟的問題還是兩岸 還是國際的上面的定位 所以當然其實你說柯P在這個十二月二十五號卸任之後 他有做什麼事嗎 沒有啊 他就 他最近到那個那個白沙特罵走了九天 沒什麼新聞 新聞也不多嘛 所以你看嘛 他一天婚一天 他有三百多天 他的新聞 不管是傳統媒體還是網路熱度 都是在下這樣 可是他民調居然有媒體民調做到突破兩成 所以這個是什麼意思 其實幾個事情 第一個我剛剛就說 藍白之間其實是一大一大圈 對啦 對 這第二個就是說 現在的選舉 現在的政治 有的時候一動不如一計 有的時候可能是要到最後 所以今年總統大選選舉的時候 如果到最後七八月才開始決定這些 最後這個我一點也不意外 可是你剛才講說 藍白之間如果是這樣流動 光晴剛特別提一個 誰能夠去整合柯P這一塊 小平也一直覺得說 藍營跟白營絕對不能各自選 那誰去整合這一塊 那就會變成很重要 就是菲律平臺獲勝 OK 租的簡單就是這個 然後不拘禮任何形式 然後也不一定要辦初選 就是做民調 我這樣就對郭有利了 沒有錯吧 不是 我認為是這樣子 我認為我現在租現在的步調是清楚的 就是說等待一下看看自己有沒有機會 接下去是不是有翻轉 那如果沒有的話 基本上不辦初選 那定遊戲規則的時候呢 不幫你開後門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還是在 我們還是在做協調式的民調 對不對 用協調方式用徵兆 那如果郭台銘贏 侯友宜二十趴 那怎麼辦 那當然就在定規則 要他回黨嘛 就提他嘛 徵兆要他入黨 就開後門嘛 剛剛一夫說 說最後還是要開後門 沒錯嘛 那你如果打成平手怎麼辦 如果像 如果像當初的這個 這個盧秀燕跟江啟成 差零點一趴怎麼辦 等等 那兩邊是不是要同意 那是要先私下做民調呢 還是要公開 兩邊都同意的情況之下 做民調當場公佈 當場這個 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些遊戲規則 大的方向有 可是細部上面 我認為還在商量 這就是為什麼解釋說 這個橫道後面 但我認為 郭台銘 我本來 他花了五十億捐疫苗 我們很感謝他 他做生意這麼成功 全世界做得很棒 看起來這個事業做得很大 可是我看他搞政治 一點都不內行 就是說他這一局 他其實最大的這個 議價空間 應該是在第三勢力的整合能力 應該是在 在等朱立倫的一個辦法 等國民黨的一個辦法 我在決定要不要入黨 或要不要你們邀請我入黨 你不要我邀請 沒有關係啊 我跟柯文哲結合嘛 拒絕那個郭柯沛 那是犯了天大的窮戶 結果他先說不要郭柯沛 然後呢 上個禮拜二再去看了 王金平 好像如果你的聲勢很高 高很多 你可以這樣說 你說我邵不禁是年輕氣盛 這個表示說 我以為他已經搞定了 或者說他的聲勢 應該很多 那王金平又支持他 其實這幾個條件都沒有發生 王金平沒有啊 我支持你是因為你要回國民黨 那你回不回得了國民黨 不是我王金平決定啊 那是誰決定 是國民黨黨中央決定 那現在人家跟你講 不開後門 所以你最大的溢價空間是郭柯沛 或第三勢力整合能力 這一個你最厲害的地方 已經沒有了 你現在告訴大家說 我要申請入黨 我以前少不申事 我以前講錯話 年輕氣盛 那現在你可不可以讓我 這個入黨 這個球呢 就抓在朱立倫手裡 所以這樣看起來 雖然他這個淡淡危機啊 幫林明珍助選什麼 我認為郭台銘的聲勢的勢力 從最近放出來 藍營對他的意見 很強烈的政治理論 對他的意見 以及整個名義上 我認為他會慢慢下來 那王金怎麼樣 我不太同意 剛剛譚老師講的 就是說他否認郭柯沛 那個時候雜音很大 把他打到第三勢力 所以對他回國民黨 剛好是衝突的 所以王金平他老生感 他也強力否認 如果說是郭王惠 然後是為了從自四年前 那個第三勢力 再加上一個柯的話 那他對於他原先的布局 跟最近國民黨 對他的謾罵的 這個部分 他必須要採取一個 他要消毒 他沒有要煮第三勢力 複製四年前 所以他當手 至於說以後誰出現 你看豬 猴 郭 誰去整合柯P 他要有一個人 他是可以去整合的 那如果猴出現 其實猴也在等一個辦法 他只是沒有說出來 我有看過相關的資訊 他兩次以上 他說就有黨機制 然後他說就等提名辦法 就是說他也在等一個辦法 那所以一定是假設是猴出現 那郭他願意作為統括的角色 他願意盡他所能 那相對來我覺得猴如果 那個郭他除非翻身仗 打到說非他不可的話 我覺得再去講那個所謂 怎麼把他贏回去 我覺得那比較符實際 郭台銘他不做第三勢力 他需要用正藍旗 然後他要扮演整合的能力 是他唯一有具備整合藍白的能力 這個是他最大的 郭柯佩 甚至有把他打到說 要跟民眾黨結合 那個是對於他現在 這附近是衝突的 是希望把柯回到 藍的框架 但不容易 可是這是郭的強項 郭柯佩怎麼回到藍的框架 OK